字幕志愿者, 杜茜, 杜茜, 杜茜. 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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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茜 我覺得現在每一個香港人不論你是甚麼顏色甚麼取態都好 都要學會保護自己的 因為那些催淚彈放得很厲害 在每一區,在你的社區都會放 所以我勸所有人都盡量買回少少基本的防具 或者在一些混亂時也要戴上街 我這款是3M眼罩 但如果戴眼鏡的話就要買厚一點 這款就是普通的 你買的時候注意不要買海綿邊 要買膠邊 讓氣體的層面是真正入不到眼 可能都會有尺寸的 盡量買適合尺寸 這個味鏡是太陽眼鏡款 都保護得很好的 雖然戴完之後 有條帶很誇張 但如果頭髮比較長 你可以拿邊緣出來 又拆開它 讓頭髮遮住條帶 前面看就好像你只是戴了眼鏡 但晚上就不可以戴這個 因為你會看不到路 會太黑 白天就OK 口罩方面 你平時戴的是沒有用的 N95甚麼都好 那些用來遮住外貌 真的要說到OILPARTICLES 要用這款3M的8577 都不難買的 但它用一天 而且價錢其實少少貴 甚麼時候用 就是當你在conflict zone 又或者你那晚 你的社區放完 你第二天要上班 其實我覺得很應該戴的 不要因為怕醜 或者覺得很誇張而不戴 因為保護自己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頭帶呢 這個兩條帶 都是凹頭過的 而頭帶就要戴高一點 我就會戴高一點 它會保持得好一點 下面就要戴上下巴 它的不好處就是 這裡會有少許位 可能OILPARTICLES會進去 但是minimal 都擋到很多了 那你要感覺到 呼吸是通過這個濾濾 你呼吸的時候 不是在旁邊流氣 那其實就已經可以了 這個口罩戴了之後 我覺得你可以長戴 因為如果它旁邊 已經黏了那些污染物 你又脫掉又到處放它 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你平時都用一個保鮮袋 帶著它 即未用的時候 用完就直接扔掉它 就不要到處再污染其他東西了 那最好戴定心理鹽水 但是如果太大支 或者覺得很重 就可以買這種隱形眼鏡 但不是藥水 是隱形眼鏡的鹽水 那它會寫著是Rinsing 寫著是Saline 但是要小心 如果洗眼的時候 就不要太大力擠它 因為它都射得挺用力的 你有它drip 有它滴 那如果真的沒有戴 就可以用清水洗 那是未都戴定把傘 不是長傘還是縮骨傘 因為你不知道 可能什麼時候有射水 起碼都可以擋一擋 那至於皮膚方面 我想來想去就是Synergy 這個Enviro Shield 它本身是一個抗污染的噴霧 那這個就可以防PM2.5 重金屬這些東西 但你說防不防到催淚彈裡面的 首先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二來皮以惡蠅這些 是真的防不了 因為它是PM1的太小了 但是起碼一些其他的污染物 或者一些smoke 那它都可以叫做幫你擋一擋 就噴了之後呢 它會等於有一個保護罩 令到那些污染物 是可以不吸入你皮膚 是容易滲走多一點的 那真的唯有是這樣了 其實不知道有其他什麼辦法 那除了面之外呢 也都可以噴你Exposed的位置 譬如手 那你平時都最好長衣長褲 現在都是秋天 就盡量不要再短衣 短褲 就是太多皮膚是Exposed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皮膚是我們最大的器官 它吸很多東西 還有這些都是Exposed的 頸位都要噴上 那如果養狗的朋友 那有時候狗狗一定要出街才肯磨 那你也要戴上少少基本的裝備 譬如他們眼和鼻 其實比人更加敏感 那你可以戴上這些太陽眼鏡 那最好就買到 都不是海綿邊 是膠邊 那就幫它酷好它 那狗狗口罩 我就上網找了這一款 它說是超過N95的 它都會擋到PM2.50 花粉這些 而且它的質地 就可以幫它吸收口水 還有它會分大中小尺 它說得明 小就是柴犬 中就是Husky 如果大尺就是Golden Retriever 那你可以跟著它的口是多長 就買回相對應的尺寸 那如果在家附近突然放出雷彈 你第一件事就是關掉冷氣 還有門窗呢 最重要是用一些塞毛巾擋一擋 那如果家裡已經有味進來 就沒有辦法 一定要全屋清潔的了 那就用一些T&D的清潔 例如laundress這些 因為chemicals 進來 你再用chemicals洗 所以是很容易有一些 你預料不到的反應 而且千萬不要用熱水抹 因為熱水又會引起 chemical reaction 那狗狗出完街 可能它全身的毛都是污染了 那一定要幫它抹 你可以用例如Amy York的Ped Soap 又是天然一點的 用濕布就幫它抹身 抹好手腳 那至於人呢 回到家裡就要脫掉衣服 立刻放進洗衣機 就不要跟其他衣服混合 然後就要洗幾轉 還有對鞋記得要抹 有時候對鞋就忘記了 洗幾轉之後呢 洗衣機再要空轉 洗多一次 然後人就立刻洗澡 不用想了 如果有顏色的東西 顏料 顏色水上了臉 就要用卸妝水射去 那臉就ultra cleanser 即洗一轉 身就全身soke一次 也都可以一路洗一路擦乾淨 那其實OK的 真的除了二鱷 它進入了你的系統 它是很難出來的 不過我們盡量 即盡力